慕容老居士比起萧老居士更加贪得无厌 萧老居士研习的不过是少林派的现有武学 而慕容老居士却将少林派的七十二绝技一一囊括了去 并且抄录了副本 这才重履藏经阁归还元书 想来这些年之中 居士尽心竭力 意图融会贯通这七十二绝技 说不定已将其传授给令郎慕容傅了 慕容傅上年幼功力不足 无法研习少林寺七十二绝技 你是将他传给一位吐蕃国师了 舅摩之 你错了 全然错了 次序颠倒 已大难临头了 什么次序颠倒大难临头啊 老僧之语是危言耸听吗 不是危言耸听 国师请你将那部一金金还给我吧 一金金 什么一金金 老僧的话叫人越来越难明白了 本派武功传自达摩老祖 佛门弟子学武乃在强身健体护法覆摩 修其任何武功之时 总须心存慈悲之念 倘若不以佛学为基 则练武之时 必定伤及自身 吐蕃国师 虽是我佛门弟子 惊言佛法 但如果不以慈悲为怀 终究不能消除 练习这些上乘武功之时 所沾染的戾气 本寺七十二门绝技 每一项绝技都能伤人要害 取人性命 灵力狠狼 所以需以相应的慈悲佛法为之化解 只有佛法越高 慈悲之念越胜 锁链之武功才能越高 但修炼到如此高境界的高僧们 却又不屑于去多学那些 厉害的杀人法门了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国师用的是逍遥派的小无相公吧 以此为根基少林的七十二绝技 到极可运势 只不过 有些不伦不类 似是而非罢了 国师自称 监通弊派的七十二门绝技 难道就是这样的监通法 国师身体里种种迹象 表明你练过逍遥派小无相公之后 又去强烈本寺内功秘籍一金锦 所以 我说你大难临头了 本来 好 好 感谢观看